事情是這樣子 我已經兩年沒有更新我的IG了 但是我決定在今年的10月底 就是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前 我決定來PO出我睽違兩年的第一張Instagram的更新 嘿大家好我是Peter 如果你第一次來我這個頻道的話 這個頻道主要是在分享一些跟街頭攝影有關的東西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先去我的Instagram看一下 稍微往下滑一點 看一下我上一次發明是什麼時候 這樣子對於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故事 你可能會比較有想法一點 那為什麼我兩年多沒有分享任何一張照片的IG上呢 那這可能要從2018年說起 因為那個時候我有一次機會我去到了歐洲那邊 然後在那邊玩了一個月 然後大家也知道歐洲的建築就是很多很漂亮的 就是有現代的也有很古典的 那我在那邊就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然後也回來做了一本自己的攝影書 然後那個時候就慢慢開始覺得說 我喜歡拍的東西很像都是這一種簡約的 建築的線條的東西 所以我自從做完那本攝影書之後呢 我每次只要出去拍照 我雖然還是會帶著相機 但是變成說我如果看到的東西 可能是像台北街頭那種比較雜亂 但是還是很有味道的一些角落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把我的相機拿出來拍 因為我會覺得說我拍這個照片 我也不能PO到IG 那我拍這個東西要幹嘛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追究到就是 我會希望我的IG版面是完美的 像是我那一個時期就非常講究 不管是顏色或是構圖還有什麼亮度 我就是想要點進去我的Instagram的人 可以看到說這個人是有花很多心思在做拍板的 我一直在追求讓我的IG可以更完美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完美呢其實是一個假的命題 因為其實事實上並沒有所謂真的完美的東西 而且這個假的完美呢 反而會限制說讓我之後帶著相機出去 就算看到很不錯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不會想要拍下來 因為它不符合我的IG的一個版面風格 我覺得這種有點病態的完美主義呢 其實也影響了我其他蠻多的事情 像是我除了照片少拍很多之外呢 另外就是我很長影片也都做一半 因為我覺得這個影片還不夠完美 但是自從來到了溫哥華這裡 可能是來到了一個新環境吧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因緣際會下 也買了一台富士的相機 沒錯我要來吹捧它到底有多厲害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覺得很新鮮 然後每天有帶相機出門 那自然而然我就拍了非常多街頭攝影的東西 但是這些照片並不是說每一張我都很喜歡 很多根本就是隨手亂拍一通 但是我就覺得說這個拍照的感覺很像 跟以前的我只會拍建築啊 只會拍線條幾何的東西 真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的話我比較像是 我那一天出去前我就大概知道說 我今天想要拍什麼東西 我期待得到A B C 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我覺得用複製相機 或是應該說拍街頭攝影這件事情的話 你比較像你今天出門 你根本也不知道你會得到Burper嗎 還是A B C 就是你是一個完全就是 只會接受外在衝擊的一個狀態 像是我之前拍建築 我可能就是找好幾棟 我覺得這個建築還蠻有趣 我就去那邊晃一下 那我覺得這樣的拍法當然也沒有錯 但是現在變成說 我把一樣的概念擴展到一整個街區 像是我今天要去拍照 那我可能就去走這邊的中國城 那這邊中國城就是可能七八個block這樣子 你這樣走下來可能要一個一兩個小時跑不掉 但是變成說你得到的東西是一個很不確定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讓我開始思考說 拍照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我是只想要在IG上面分享照片 然後得到很多的讚嗎 還是我希望拍到我自己覺得很喜歡 然後可能它也有一點就是實在存在價值的東西 除了我上面說的兩點之外 我覺得因為我個人不是一個很愛社交的人 我比較多時間是我喜歡跟我自己就是相處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攝影某種程度上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算是抒發的窗口 就像我跟我朋友出去散步那種感覺 我就是帶著我的相機 他就像我的朋友一樣這樣子 反正經過那一天的思考之後 然後我在邊看著我在溫哥華這邊拍到的一些 很隨性的接手攝影的東西 這就不禁讓我想到說 如果我今天拍了十張一百張一千張甚至一萬張 真的很厲害大師級的作品 但是我都不把它分享出去 只因為我對完美這個不存在完美的一些 慕名的追求的話 那麼根本也沒有人會知道說 你這個人原來是有在拍照 原來你是有想要把你的攝影的這個東西 經營成你自己的一個品牌的感覺 所以你做的東西就算你最好的 你沒有找到一個平台把它分享出去 那我覺得其實也都是百搭 那我覺得我這兩年 犯下最大的錯誤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我有點像在閉門造劇的感覺 我就是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就一直狂做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是對的東西 但其實你退一步看會覺得這些東西 根本就也沒有到那麼合理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透過這支影片 讓一些可能也有在遇到創作瓶頸的人 不要不小心掉入就是你自己所框出來的這個完美主義的框框裡面 只要你今天陷入你覺得你的東西不夠好的這個回憶圈裡面 你其實就會不斷的歸打牆 那你這個東西永遠都不會被分享出去 自然而然你的不夠好就是局限於你自己給自己的意見 那說不定別人覺得很好 說不定別人覺得不好 但是你沒有分享出去 你永遠根本也不知道 但是也不是說你東西就是爛成一團 你也要丟出去 很多時候我是有可能剪完一個影片 然後我都上傳完了 然後可能也都有人來留言啊什麼的 然後我才發現說 我什麼東西這邊少了一格 然後什麼這邊東西沒做好啊 這邊有點粗糙 我剛開始可能會想說 那我把影片拿下來 我重新輸出 然後再上一次 那希望這樣子就沒有人可以看到 我犯下的這個錯誤 但是後來呢 我其實仔細想了一下 應該99.9%的人 在看你的影片的時候 他看到的東西 跟你看到的東西根本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把這一次的東西 不完美的部分記下來 那你下一次就不要再犯一樣的錯誤了 而不是說因為這個東西不完美 所以你想要花很多時間 去把這個不完美給解決 讓它變成完美 但是就像我之前講的 完美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好不好 那這支影片呢就是 我在這邊意識有 在那邊兩小時 主要就是分享一下 我這兩年在拍照上的一些心路歷程 那希望呢可以幫助到 不管是什麼樣形式的一個 不管是畫畫還是做什麼藝術創作 各種寫文章幹嘛的 我覺得一定都會很常 讓自己遇到這個問題 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的話 再幫我按讚並且訂閱一下 我是Peter 我們下次見 拜拜